航空公司已经是取消了 往返特拉维夫的航班 只有少数的航线还在正常的运行 航班的大面积取消和晚点 给想要进出以色列的旅客 带来了不便 社交网络上流出的视频显示 特拉维夫本古里安 机场海关入境处也有变化 以前外国游客入境区 经常要排起长长的队伍 如今空空荡荡 有基本的一些消防的器材 设施 而且房间很多 空间也足够大 相信是可以容纳整个楼层 所有的住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